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天后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这个礼拜美国股市是 第一季的最后一个礼拜 那么因为礼拜五是寿难节的假期 这个礼拜的交易日只有四天 那有哪一些看盘的一个重点 那么市场的一个说法是认为 那么第一个是即将要礼拜五 要公布的这个上个月的 非农业职位数据 那这是因为现在市场预估 可能会增加63万个 这表示说经济复苏的势头 是非常好的 那么失业率可能会从6.2降到6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拜登 将会在礼拜三 会公布它的一个大型基建的计划 那么这地点是在批兹堡 那批兹堡是一个工业城 那么市场预期 这个基建计划将会有达到 三到四兆美元的预算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股市的一个发展 那么第三个焦点 是基金的一个换码的行动 这个讲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第一季的业绩 必须要出来的 所以基金的经理为了要粉饰业绩 所以他们会在季的结束前的时候 那么在利用这个时间 去把整个持股 做一个转换 来让整个业绩的数字好看 所以这个礼拜 那么整个市况的波动会比较大 这个提供您来做参考 好上个礼拜五 有好几支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是严重的下挫 那现在消息传出来说 这个可能 可能是跟这个老虎亚洲基金 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被好几家大型投资银行 这个卖掉了他们的股份 持股是有关的 举个例子来说高盛就在上个礼拜五 透过一个大宗交易 抛售大概总值 达到超过100亿美元的持股 这里头就包括百度 腾讯音乐跟唯品会 那也就是说 因为因为美国的这个 现在政府的规定 必须要根据美国的会计 来严格审查 在美国上市的这些股票 那么过去中概股 因为中国坚持说他们的这个 一些这个账务的数字 就是上市公司的账务数字 只能留在中国 那么所以不肯 不肯交给美国针券交易会 那么现在美国针券交易会 已经订定的一个除牌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如果你在一定的年限内 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这个股票就得下市 那现在有一部分的时间 可能已经到了 所以一些大型的投资银行 他们现在纷纷抛售 那么先第一个抛售掉了 是老虎亚洲基金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基金 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你好好来解释 简单说 这一波的中概股的这个抛弃 那么是跟中美之间 那么在从贸易战以来 所形成的相互的这个纠葛 这是有关的 所以后续还值得持续的观察 好那在美国 美国昨天大概有60个城市 同一天举行反对仇视 亚裔的一个集会 那么这里面包括亚特兰大 这是因为前不久发生的 这个凶杀案 亚裔的这个女子 那么被无辜的杀害 那除了亚特兰大 还包括纽约 旧金山 洛杉矶 芝加哥 底特利 波特兰等等 那这是30年来 第一次可以说是亚裔的 美国亚裔这么的团结 过去亚裔是像一盘散沙 那么有人讲说 亚裔因为人种太多 互相的牵扯厉害 加上不了解 所以在美国是各过各的 其实不止亚裔 连华裔也是一盘散沙 但现在因为新冠疫情 因为中美的这个对立 所以让亚裔受到 也很严重的一个歧视 那么所以现在 全美60个城市 亚裔也怒吼 就是30年来警戒的 不过与此同时 最近美国的社交网站上 也出现了叫做 所谓的掌国亚裔的 一个挑战赛 那么这个根据 美国广播公司 ABC的报导 说有人在旧金山 发起要掌国亚裔 来进行挑战 就是说谁掌国 就是这个打巴掌 那么谁掌国的比较多 那么就好像是很 就是说满足一种 一种仇视欲 这个目的是要煽动青少年 在公共场合 还有公共交通工具上 来掌国亚裔人群 泄愤 所以现在警察当局 已经提醒亚裔人士 特别是年长者跟妇女 外出的时候 务必要小心 很可能 未来一段时间 在一些公共场合会出现一些青少年 会对亚裔有不礼貌的一个举动 好这是在美国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中国关新疆棉 新疆人权问题的制裁跟反制裁的风波 那么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完全没有停止 而且是越演越烈 在反制裁的部分 那么中国外交部 那么继对欧盟的这个10人 4实体的制裁之后 26号是宣布制裁了英国9个人 跟4个实体 27号在加码宣布制裁美国跟加拿大 有关的人员跟实体 那么另外呢 因为从H&M 这个德国品牌 这个瑞典品牌 那么说他们不使用新疆棉花之后 那么陆陆续续就引起大陆的消费者的抵制 那有非常多的国际品牌 因为呢 包括H&M在内 他们都是一个叫做良好的 这个棉花的协会的这个成员 这个良好的棉花协会呢 是BCI 那么这里面也包括Nike 包括Adidas 包括Uniculo 这些国际的品牌 所以他们被大陆由中共的共青团 中央的这个微博 率先来这个抄底举报 说他们曾经发表声明 认为新疆有这种所谓的人权侵犯的问题 所以他们要抵制 就不使用新疆的棉花 好 那现在呢 大陆消费者就鼓舞着用爱国主义的情绪 所以一家一家点名 现在越拉越广 几乎几乎你所知道的所有的国际品牌 在中国大陆全部都成为被抵制的对象 那么一开始这些国际品牌 有少数一两家都改口说他们会用会继续买新疆的棉花 但是呢 现在随着整个抵制的扩大 那么反而造成一些国际品牌 这个不愿意接受这个所谓的说他们一定要强迫使用新疆的棉花 所以他们继续把他的生命又拉回来 那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协调的现象 比如说一方面抵制 但是像H&M像Nike 他们在这两天就发起了一个大促销 大打折在电商上 结果呢立刻被抢购一空 那甚至H&M这个首当其冲的北京的店 他们昨天发起了一个全店打三折 结果原来冷清的店面一下子挤满了人 那么另外呢 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 最近在视察江苏的时候呢 也特别去参访了Nike跟Adidas 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供应链的公司 那么讲的是这个叫中德合资的一个化工厂叫巴斯夫 那么这家工厂是专门提供这个原材料给Nike跟Adidas 那结果呢可能是因为这一波的风波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官方官方只有披露李克强的一部分的行程 那刻意的不提巴斯夫化工厂 那相关的非常的敏感 但是李克强在当时的谈话 他对巴斯夫的人讲说 你们投入的越多啊 税收扣底越多 我们就越高兴啊 因为这能够鼓励企业创新 好这个到底是算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同调吗 难道说官方这一次煽动的抵制洋货啊 这个总理国务院有不同的意见吗 现在并没有很合理的解释啊 但的确啊 就像美国国务卿啊 这个布林肯所讲的啊 他说这个中方啊 这种没有节制的一种反制啊 现在激起了国际更强大的监督力度啊 那这样子当然对国际来说啊 会不会造成整个新疆棉供应链的脱节啊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那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啊 是军事问题的专家 齐乐意 乐意兄早 清隆早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我想在跟乐意谈台海军事之前 我想我们先从外交的体系啊 先来聊一下啊 因为柏柳总统啊 会数人啊 他昨天下午啊 来到台湾啊 这是台湾跟柏柳的这个泡泡旅游了 的开头啊 准备4月1号就要开始啊 那么一个特别的地方是 美国的驻柏柳大使啊 这个宁约翰啊 他也跟着啊 这个柏柳总统一起来到台湾 那么这是啊 从啊台湾 美国跟台湾断交以来 1979年到现在为止啊 第一位啊美国有官方的大使身份的人啊 来到台湾的啊 这是一个部分啊 那么另外呢 最近的刚刚过去的周末 其实好几个相关的讯息啊 我想也要先跟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啊 一个就是在美东时间的26号啊 有一场啊 这个对抗伊波拉病毒的视讯高阶会议啊 这是由美国来主办的啊 那么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啊 那么难得的跟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WHO的这个谭德赛啊 是一起线上合体同框啊 那AIT表示说啊 受邀支持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啊 那么特别强调说 国际合作是成功对抗疫情的唯一途径的啊 而这一次的会议会进入一步巩固美国跟台湾 强化全球卫生安全的伙伴关系 因为世界卫生大会WHO是五月底要召开啊 那我们当然知道从疫情发生以来 特别是在去年啊 台湾跟这个世卫秘书处啊 这个互动关系是非常恶劣恶化的啊 所以这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我们驻美代表啊 跟这个WHO的这个秘书长谭德赛啊 两个同时在一个议场 当然他是用视讯的一个会议啊 好另外啊 美国这个总统拜登啊 已经跟英国首相Johnson啊 Block Johnson通话要建议说啊 民主国家啊 那么应该要有一套基础建设计划 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啊 也就是说啊 要推动民主国家版的一带一路啊 那同时啊 美国已经要发起啊 一个叫做的民主的这个科技联盟啊 那么同时年底还要召开一项叫做 这个全球民主高峰会啊 那这里头啊 台湾可能都会有角色啊 因为事实上 美国跟台湾啊 在2015年签署了一个啊 叫做GCTF啊 这个叫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啊 这个GCTGCTF啊 那么现在啊 从2015年之后啊 那么逐渐的现在慢慢成为一些民主国家 要来参与到里头的哈 英国啊 已经日本首先啊 在前年啊 正式成为这个台美的和全球合作 及训练架构啊 的伙伴 那么英国呢啊 这个已经啊 今年首度参与啊 那么加拿大接下来也将要来合办 那么据说连法国也都有兴趣啊 也就是说啊 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啊 现在看起来反而有可能会是从台美之间的这个啊 一个一个平合作的平台啊 来作为开始啊 往前推啊 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啊 当然了 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 美国国务卿啊 布林肯在上个礼拜去欧盟访问的时候啊 欧洲访问 那么他跟欧盟外交官啊 后来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到说啊 美国要跟欧盟重新启动啊 关于中国议题的双边对话啊 他还强调说定位美欧啊 跟中国的关系 是合作竞争以及制度对抗啊 这是用制度对抗四个字啊 大概是过去以来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但第一次拿到外交场合上来讲 所以我想先跟这个 乐意兄来聊一下 就是说这一波的美中之间的 当然这种对垒 你秀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你刚刚讲的制度之争 是这个拜登政府非常明显的一个 一个标志 他在3月3号记不记得 他公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没错 那个临时战略纲要里面 很大的篇幅在谈到 现在目前来说是民主跟独裁制度之争 民主跟独裁制度之争 当然川普在的时候他也强调 但没有像川普 没有像拜登 这么高度的去强调这件事情 然后他还讲 不是要重振美国吗 重振美国的最大优势就是民主制度 他为什么会对这个民主制度 会感到这么大的高度是 因为从去年美国总统大选选举完以后 出现了很多的波折 没错 然后1月的时候国会大下 对 还被抱图攻陷 所以那个时候对美国来说 最受世人质疑的一点就是 你的民主制度是不是有问题 对 那中共也用这个对不对 像这次那个杨洁篪 对 他们谈话还讲说 你先把你自己事情管好 全世界的国家都不认 都不支持你们的民主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不认可你的民主 所以他就等于是说 有这么一段 有这么一段 对这个美国的民主 正是受到一些某种程度的质疑 那他认为 拜登认为 其实真正的背后 虽然表面上是地缘战略争夺 这也是事实 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 制度之争 就是民主跟独裁制度之争 那衍生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人类会面临到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 你要过民主生活 还是过独裁的生活 在国际的规范中 是由民主的国家来制定 还是由独裁的国家来制定 所以这个东西 已经把它上升到一个 自冷战以后 又形成两个大的阵营 不过冷战很清楚 苏联是有阵营的 是 有划沙 社会主义国家的 对他是有 但中国没有 目前中国没有 中国没有 一带一路不算 一带一路 如果一带路要算的话 这是对中国比较有利 着力点的地方 但是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 未必会 未必会给你形成这样的情况 而且中国自己也讲了 他不结盟 不结盟 但结伴 他很有意思 不结盟但结伴 但是 结伴不结盟 结伴不结盟 那我们的理解是 结伴有的时候要比结盟 这个内涵更多 但是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一旦有军事冲突的时候 他没有权利义务 没有权利义务 他是因为基于这一点 所以就是说 今天会演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是因为拜登在之前 就已经对这个看法 已经说出来了 3月3号他已经说明了 已经把这个未来跟中国的这个竞争的态势 大国竞争 把它设定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 就是一个民主跟独裁之争 但是他可以表现在地缘战略争夺 经济都可以 但他把它上升到一个基本的 就是我跟你基本不一样 这是一个本质 所以他到欧洲去讲这句话 欧洲是最讲human rights 最讲人权 所以这一波对新疆的问题 欧盟就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知道1989年民运 那个六四民运之后 欧洲对中国大陆是有武器禁运的 到现在这个没有解除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除 美国都解除了 美国很早就解除了 到现在都没有解除 但是你要知道欧盟3月22号 有对中国因为新疆的那个 经犯人权问题 制裁了他们四个人 跟一个实体 大概就企业吧 或单位 公安局 新疆建设兵团的公安局 对吧 包括那个是公安厅 公安厅厅长 他也在之内 四个人 这是1989年之后 第一次 第一次耶 所以布林肯到欧洲去谈到民主 那很容易让欧洲马上就能够match到你知道 马上就能够match到 所以我自己判断下一步会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说 美国会在世界形成一个民主的联盟 是一个强调一个民主的民主联盟 在冷战时期大概也大概是 但没有像现在凸显的这么的明显 台湾最有利的就是 你刚刚谈到 刚刚念了很多 美国是把我们台湾定位成是一个民主的 经济的 科技的 三个 刚好都是美国现在的核心要素 三个都有 那你要说非传统安全的话 你把国际医疗这个疫情的话 那我们又是表现最好的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讲到任何一点东西 都跟台湾有关 而且都是台湾的强项 你都不能漠视这个问题 所以而且台湾又刚好是在中国的最前沿 这刚好 就是说 这个球服再没有更特别的 就根本没有了 就是你在随之间要找到一个 你想要去challenge 要去对中国造成战略的一种某种性质 你刚刚讲到的 第一个就是说民主 然后是经济的结盟 科技 台湾的晶片 你看台积电 然后现在刚好是医疗疫情的关系 然后还有地缘政治 台湾刚好又在第一岛链的核心 几乎全部台湾 所以你想 台湾想散也散不掉 想要invisible 想要隐形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而且是 这是应该讲说是 这是一种趋势吧 这是未来世界国际政治 未来发展的一个很大的趋势 国际趋势浩浩荡荡 顺我者昌昌我者王 一件事 一件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讲的 但这个趋势会强劲到什么程度 会中间会有一些的变化 这个是值得要 不过我看也有一些分析家 当然台湾里有不少人还是认为说 就算是顺我者昌 他认为那个顺我者是要顺中国那一套 台湾也有不少人相信这样子 就是说习近平讲的东升西降 对不对 是东方要的时代来 西方要下去了 好那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 你刚刚讲到说到底最后路死谁手 恐怕大陆会认为说很难讲 对不对 搞不好是我 另一方面你会看到 我看最近蛮多的划 一些划吻的评论 如果习近平越来越像毛泽东 是因为他强调斗争论 你看这一波大陆的 我们讲的新疆人权问题 引发的消费纠纷 现在几乎全市品牌 都斗下去了 毛泽东以前讲的 以天斗其乐无穷 对不对 以地斗其乐无穷 以人斗其乐无穷 现在中国大陆等于跟全球在斗 对不对 我跟你很有意思 这不就是习近平 就毛泽东的在线吗 十九大的报告里面 有一句话 斗争 对 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有这么一句话 我很惊讶 这个话就是毛泽东的 毛泽东时代的话 对 也是习近平讲过的话 对 他讲过这样的话 所以也就是说 可以 当然 我刚刚讲了 就是民主跟独裁之间的 是 之间的一个斗争 在这样的态势下 我们接下来要好好地聊小 美中台三边的军事关系 特别是两岸之间 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在刚刚好我们谈到说 在这一波美国 所要重振的 这个所谓的 全球民主联盟 或者叫 民主科技联盟 等等这些情况 那么台湾似乎都成为一个 想躲 想隐藏也隐藏不了 的一个存在了 好 那美国呢 在上个礼拜 那么美国在台协会 在华盛顿 跟台湾的驻美代表处 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 是要设立海巡工作小组 那么这成为美国海岸巡防队 海岸防卫队 跟台湾海巡署的合作平台 好 那这个在这一天的时候 大家又看到 这个中共的解放军 出现了破纪录的20架的机群 在绕飞台湾南部 其中远程轰炸机 轰6K跟运8的反潜机 更是罕见的进入台湾的东南方 那么这个动作 当然不可能是无端而来的 这似乎反映 反映出台美的这个 所谓的海巡的合作 是至少在解放军来讲 是高度的重视 好 那我们今天就 今天的访谈 想跟乐义兄来谈一下 就是这个合作 这个是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会引起解放军 要扩大骚扰台湾 那首先就要看合作的 这个单位的性质 是 我们海巡署呢 平时的时候是 他是行政院海洋委员会的 对 但一进入战时的时候 是进入我们的战斗序列 跟海军一起 所以海巡署的署长 以前都是警戒的 对不对 现在这一次派了一个海军来的 当署长 对对对 那他在地位上 他就是平常是 我刚刚讲了 就是海洋委员会 暂时的时候就进入 我们的作战序列 是 跟海军一起 协同 这是我们的定位 美国是海岸防卫队 就是Costco 对不对 Costco 电影上常有 Costco很有意思 他你看美国国防部的网站 美国国防部的网站 这Costco 他把它放到All Force 就是在他的军中里面 但他实际上 平时的时候 他是属于国土安全部 平时 是只属国土安全部 暂时的时候 进入美国海军作战序列 是由美国海军来指挥的 那个指挥链 所以有意思的就是 这两个单位 平时都各属于 各属于这个 政府系统 行政的 行政系统 一旦进入战时 都是属于 准军事单位 准军事单位 所以你要把它延伸出来 看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准军事的合作 这是一个 至少他 不是能说隐藏 至少他已经包含了准军事合作的性质 虽然现在内容没有 现在内容没有 我看了AIT发布的消息 AIT发布的消息是 我们的合作是保护海洋 海洋资源 跟减少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之渔业行为 还有参与海上联合搜救 以及海洋污染防治应对活动 这些看起来是非传统安全的 没有错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双方的单位在性质上 有准军事行为的一个性质 对我就说我反过头来讲 先不论是不是有这个性质 至少看起来大陆是这么认定 对不对 所以他解放军事才需要 在同一个时间点 做这么样的一个政治的动作 那另一方面就是大陆的海警法 从2月1号开始实施 对 那么出现了一些 你刚讲了 这是另外一个第二海军 所以他现在也派了很多的海警船 在东海地区 那么对甚至对日本 因为他的海警法是规定 有冲突的时候 就要实施武力的一个行驶 对不对 所以日本对这个也非常的在乎 我们台美这个合作 是不是也是跟这个问题有关 我想是我想这是 但是2月1号 我想跟这个当然是有关了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中美大国博弈 美国要跟台湾要提升这样的关系 你提升关系的时候 你很难一开始就来个官方的 你不是很容易 因为那太直接了 所以就要从各种不同的 这种非传统性安全的角度来去做 像这个东西就是从非传统性安全来的 疫情也是 也是这样子 民主联盟也是 这些都是 但是你说这个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啊 这是一个起步 这是一个初步啊 如果它是随着中国的 如果的压制威胁的能量越大 它就会转变成一个 一个 你刚刚讲从拟军事同盟到准军事同盟 慢慢 到时候真有时候就变成军事同盟 就可以可以变成 那我看到有些分析师认为说 主要这个合作是要应对 中国这几年 所出现的一个叫灰色冲突啊 灰色冲突啊 灰色冲突 灰色地带冲突啊 中国在制造灰色地带冲突啊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灰色地带冲突 灰色地带冲突 现在没有一个全面的准确定义 在学术上 还没有 有人把它跟那个混合战也把它放在一起 那我自己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初步的就是 用非军事暴力手段来达起政治目的的 什么叫 什么叫非军事暴力 我特别强调暴力这两个字 因为灰色冲突是有军事手段的 但它并没有产生暴力 并没有火力打击 是无硝烟的战争跟行动 没有硝烟 举一个例好了 这个共军绕台 这算不算 这当然算啊 但它并没有火力打击 但已经给你造成有压力了 是 这共军绕台这算了算了 海上的 这种我们叫做军事强制行为 军事的强制行动 都包括在内啊 你比如说像大陆的遗传在东海去冲撞日本的护卫舰 海上的民兵骚扰 民兵骚扰很多 对很多 还有这个 甚至我们的马祖啊 都有出现那个遗传包围啊 什么什么这些 包括抽杀的 抽杀 抽杀行动 海洋那么大 你跑到我们台湾这附近来抽杀 嗯 不是因为这里杀 特别好 特别好吧 特别支援吧 它就是要营造一个有利的一个 一个态势 对你产生一个压力 嗯 那最近跟菲律宾好像也有点这个问题 对啊 他也派了也是几百个遗传啊什么的去 黄岩岛 嗯 这种行动往往就是让美国 美国以前 嗯 不太住 没有太注意 是 那一些国家也没有太运用的这么好 嗯 那中共现在运用这个东西 它等于是在战争门槛之下 是 它不符合战争的要件 嗯 所以你美国也不能发动战争 嗯 但它就做了 嗯 它对你是有 已经构成伤害 你比如说还有网路 嗯 信息战 已经上次我们讲的认知战 认知战 假新闻这些 嗯 对不对 嗯 这些都不是战争的暴力手段 是 但他都要意图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嗯 但对你都已经造成 造成一定的 一定的伤害 跟改变嘛 是 改变你的认知了 嗯 比如说对你的社会造成分裂啊 是 等等等 这些都属于灰色冲突 了解 好 所以呢 这个很明显 是有一个共同防卫的对象了 对对 或者说甚至共同防卫的目标 都有出来 好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台美 算是第二海军的接轨嘛 你刚讲到说他们都是属于第二海军吧 我没有 不是第二海军 叫什么 叫 就海军以外的另外一个属于 对对对 也都是在战时的时候会进入武装的 就这个作战削裂的 我看到台湾也有学者 甚至把这一次的台美在这一个领域的合作 他们认为是可以视同为啊 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的plus plus 就加一啊 你觉得有没有也到那么那么高的意义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因为四方会谈本身能不能达到 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的 其实还很多不确定 虽然虽然他们去年的11月第一次 四方会谈四个国家 美日澳印举行了第一次的联合军演 海上联合军演 第一次 以前大家都是双边的 或三边的 没有错 因为印度有意见 所以澳洲曾经参加过一次 后来就没有参加 一直到去年11月 在孟加拉湾 北印度洋举行四国的海上联合军演 这是第一次了 这第一次 当然未来的路还可以走了 但是你说台湾是不是能够变成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美日澳印是四国 要真正形成他们 像美国想要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特别最难 比较难搞的 比较关键的是印度 印度 印度自己讲嘛 如果要成为一个软性的联盟可以 而不是一个硬性的 印度 因为印度希望能够在大国之间 他自己认为他也是 印度是大国 然后他是不结盟的 对 他也不结盟的 对 他也希望能够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也保持一定的平衡 是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两岸的问题上 最近一段时间 我想你有感受到 有非常多的 包括学者 包括国际上的 特别是美国 最近有很多的高阶的军方的 现任的 或者是要出任新职 或者是刚刚退下来的 都不断的强调说 这个解放军攻台的时间表 越来越明显 我记得还有人提出来是 六年内 六年内我想可能跟2017年 是所谓的中共建军百年 这个数字可能有关系 然后刚刚被提名 要出任美国印太司令的 这个阿基利诺 他在出席国会的军事委员会 的提名听证会上的时候 他说中国并吞台湾的威胁 比想象中更近 那我还注意到 有一位在场的共和党的参议员 叫Tom Colton 他甚至警告说 他说俄罗斯在2014年 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 刚好是他们在办索契 冬奥 冬奥办完几天就入侵了 所以他认为 因为明年2月 中国要办北京冬奥 冬天的奥运 会不会是冬奥办完之后 就是解放现在入侵台湾 这当然是一种 很直接的联想 那你觉得你对这一波的 所谓的中国的对台的 用武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 因为讲这句话是Devison 他是印太市立部的司令 他也准备卸任了 他是在 我记得是3月9号 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 他的原文是这样子 他的原文是讲 是 是 中共 中国现在表现出那种强烈的野心 要去实现怎么样 2050年要取代美国 然后台湾是首当其冲 所以他认为 中共对台的威胁 中共对台的威胁 可能在6年后实现 是Next Six Year 不是6年内 是6年后能够 那就渐进百年后 就是2027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他这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判断 很可能是一个政治判断 如果是一个情治判断 那不得了 那还得了 他是根据什么来 而且我看到2027年 还有一个数 一个很重要 2027年是习近平 如果要第四个任期的话 你知道大家 他是2012 然后1722 2022是二二十大 对啊 所以下一个 下下个 就下下个 21大 对 21大的时候 所以 这是一个政治的判断 但我认为 他要取到一个政治的效应 因为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等于是 针对中国第一线的 美国最大的地区司令 地区的最高的指挥官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从以前太平洋总部到现在 没有 没有 没有讲过这个话 那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他应该有一个他的政治的动机 就是说 美国现在对台海的形势 对中共有可能片面破坏 这个维持这个稳定 表现出历史的高度的关切 这个到底是 军方为了要争取预算 跟战略的一个优先的顺序 所讲出来的 还是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啊 这当然 现在这个争取预算 当然是每一次都是了 但是最主要是 你记不记得欧巴马在的时候 就已经是亚太再平衡战略 对 就已经说了 美国的海军60%要进入 进过来 要就要过来 好 可是习近平最近又讲说啊 对两岸啊 这个要三荣 这到底中间怎么去解释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了 我们长荣的货轮啊 现在还卡在苏伊士运河啊 现在引起全球经济影响 非常的大啊 苏伊士运河啊 这个历史上 他本来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 那现在啊 美国的著名的经济学 政治学者啊 历史学者啊 Folkerson啊 那他现在说啊 台湾的议题啊 现在对美国来讲 就有点像1950年代的时候的 这个英国啊 那么英国当年掌控了 苏伊士运河 可是呢 埃及啊 强行要取走啊 那时候呢 英国本来要跟 以色列法国联手啊 用武力夺回啊 但是美国啊 因为顾虑到可能会 苏联会插手啊 所以呢 美国反对英法来动武了 最后呢 运河就落入了埃及的手上啊 好 现在呢 Folkerson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啊 就是说如果啊 如果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 不处理好的话 万一台湾落入到中国的手上的时候 就会像当年啊 这位苏利士运河 送入到这个埃及的手上啊 英国从此啊 就他的国际的这个大帝国地位就衰落了 美国也要 比方是要退出亚洲了啊 好 这个当然给人家感觉 好像是说 希望美国要从战略模糊啊 变成战略清晰啊 甚至说应该明确的讲 你如果中共出兵打台湾 那么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应该讲出来啊 有两个问题哦 可以跟乐意来请教 第一个就习近平 最近突然间去 这个福建啊 这个视察啊 讲这个要山荣啊 大吹春风啊 那么这到底是真心话啊 说对台湾 他就没有意思要武力动武 就是要用融合的方式 还是搞一个两面作战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中共要对台动武 他可能有什么做法 因为我现在很难想象 用什么登陆啊 什么占领这种啊 这时代毕竟不一样了 对不对 是 我看到也有人认为说 比如先打这个东沙西沙 或者占金门马祖了 另外就是发动导弹啊 或者甚至用网路电池战 把台湾的交通电力啊 给给等等 所以你怎么去界定 所谓的武力对台湾呢 这样的 我这几个问题跟你请教一下 第一个那很明显 就是要缓和两岸这样的一个气氛嘛 那这个缓和不只是针对两岸关系 是 最主要还是针对台美关系 这背后其实是台美关系的 还是最背后本 你说习近平讲这些话 对 冲着是希望离间台美关系 对 就是因为江泽民时代就已经说过了 就是两岸关系的本质 是中美关系 是是 那时候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了 嗯 那到现在为止 依然是 不但依然是 而且台美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嘛 嗯 北京最担心的是台美关系 从量变变直变了 嗯 这所谓的官方实质关系啊 对 但是台面话 但并没有实际的 书面的这种officially 官方正式的建交 嗯 不会交走 对 但是可以做到 比建交还要 对 还要充实嘛 而且他好像这个就有点像在 叠砖块一样 现在拨留着美国大使 昨天也来台湾 对 就是慢慢慢慢来 那这是一个是要缓和 目前的这样一个气氛 其实也就是缓和跟美国的气氛 嗯 一直就告诉美国说 我无意 嗯 对台湾怎么样 嗯 我还是表现的是一个友善的态度 所以你不要在台美关系 弄得逼我逼得我这样子 对对对 这也是一事 这是一个 OK 第二个也是这是中共的一贯思路嘛 嗯 一手硬一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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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候硬的多一点 有时候软的多一点 是 他总是要根据整个大国国义的形式来发展 嗯 第三个你讲到是武力攻台的这个部分 对的形态是什么 呃武力攻台的部分 很多很多听众就会一下子会想到就是 直接攻打台湾的本岛 这只是其中之一啦 是 这只是其中之一 是 威慑对台湾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有很多 一种是威慑对不对 有一种是打击啊 是 有一种是破坏啊 嗯 有一种是占领台湾的外离岛 你比如说真的有电池站把台湾的电能全部都弄断掉 或者说用让你的这个什么天然气的船不能进来 这种的这个这个这个方式 这个也可以达到作用嘛 对其实我比较担心是那个天然气 天然气 他比如说我们天然气现在大概是一周的一周一周的处备量嘛 他如果是在这个西沙附近的海域啊 以反恐名义或是某种船上他要领检 他怀疑你这个船可能有问题 他要领检 领检他把你移到那个西沙去 那你他他最终还是会放你走 他发现没有 给你搞两个礼拜 对 他耽误你一周你就不得了 他耽误你一周你就不得了 你的整个我们所有的天然气价格马上就飙涨 是 这个对你经济就有影响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做法很有可能 这个这个是有可能 就两边如果到那样的 到那个那个程度 这个台湾有没有任何的准备的方法呢 防备的很难 这个很难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就是说 台湾经不经得起两岸的严重对立 这也是要考虑的 好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乐一兄 好 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明天见 谢谢